《老庄漫人》 各位回到我們的老庄漫人 漫漫的談 那今天要到哪裡呢? 還是要談什麼呢? 各位先從這個背景音樂來熟悉一下 是不是很清脆 是不是很亮麗 還有有陽光 有海水 各位先想看 我們要的到底是哪一個地方? 那在標題裡邊是提到叫做希臘 這個音樂熟不熟?很熟齁 但是各位如果再回想一下 在早期的新聞報導裡邊 後面最後那個所謂的氣象報告 要出來的那個片頭音樂 那真正的這個音樂是從希臘過來的 因為希臘很星空 星空也非常希臘 那這是一首詩 當時由余光周教授 他所寫出來的 那中間裡邊他提到 星空非常的希臘 不過在希臘裡邊 他的背景蠻多的古典 所以攤開了那個奧德撒 有沒有河馬的奧德撒 跟所謂的伊亞德 但要聞聞看 他背後的那個叫做愛情海 因為在整個希臘 在整個地中海 他所有的東西都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到了希臘以後 我們要去看看是希臘的天空 但是不是只有星空 希臘非常的懶 而且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什麼叫做有意思呢 在歐洲的文明 希臘來 那如果你看過希臘的神話 那也應該聽過 所謂真正的所謂的 歐洲是從哪邊來 那就從希臘來 因為從希臘的神話來 那歐洲呢叫做優勒巴 優勒巴呢 她本來是一位 佩尼西的公主 後來被神話中的 頂尖的 我們講他們的所謂的 圈能的神 這個神呢 叫做Juice 宗斯 那宗斯就愛上了她 這當然是另外一種講法 所以就偷偷的 把她帶到所謂的克里德島 那其實呢 當時候的宗斯呢 是怎麼樣 化身成一隻白色的公牛 然後呢 讓這個優勒巴呢 沒有戒心 然後呢 怎麼樣 摸著她 結果呢 就騎在她的身上呢 怎麼樣 渡過了地中海 來到這個 克里德島呢 就生下了所謂的三個兒子 包括 敏諾斯 這個也是呢 後代呢 在所謂的傳奇的人物裡面 他變成了歐洲的文明 那還有呢 所謂的 拉達曼斯 還有 那當然呢 這個是在整個希臘的神話裡邊 所帶出來的 所以 所以 優勒巴呢 她就是 歐洲 歐洲呢 就是神話 那 優勒巴呢 她是一個菲尼基的公主 所以呢 生下來呢 她當然後面的所有的 世世代代的呢 就是整個 所謂的神話的一個文明 那希臘的文明呢 就包括 有希臘 後面接續呢 叫做羅馬 所以我們一般奇怪的稱呼呢 叫做西羅的文化 不是塞裏 希臘 希臘跟這個羅馬 所以甚至呢 在歐洲的這個歐元 後來呢 當然 歐洲所謂出現了一個 所謂的聯合的一個國家 叫做歐盟 所以在歐元的兩塊錢 在希臘的那個歐元兩塊錢 就有 歐盟的這個所謂的住向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呢 從很簡單的一個地圖裡邊呢 去發覺到呢 我們常常會講 希臘有一個古文明 那到底有多古 那如果呢 用它的年紀來講呢 我們作為年代來講呢 大概呢 離現在也差不多五千年 那各位呢 可以想想看 在整個世界的文明裡邊呢 大概都是五千年左右 所以呢 經由這個 愛心海的文明 稍微要把這個所謂的地理 稍微看一下呢 一個呢 在愛心海的最南邊的克里特島 這個叫做 麥爾瓦 這個文明 然後呢 才進入到美西尼本島 然後呢 進入到整個巴爾幹 所以 古希臘呢 就很麻煩 什麼叫麻煩呢 因為呢 他佔領的這個島嶼群太大 後來呢 當然呢 在往北邊呢 進展的話呢 就會到所謂的馬其頓 但是呢 當時候的希臘呢 他的勢力的範圍呢 一直到了對岸 那愛心海的對岸呢 我們講叫做 蝦爾西亞 叫アナトリ亞 那個地方 所以變成呢 以前沒有土耳其的話呢 在整個沿岸呢 就會有變成 愛心海的文明 所以呢 希臘呢 他出現呢 文明出現以後呢 當然呢 有很多的所謂的 哲學啦 包括醫學啦 甚至呢 所謂的神話的故事裡邊呢 有很多的所謂的文人啦 那 常常會提到呢 一個叫做雅典全 所以雅典全 裡面呢 就有蠻多的這些 聰明的人物啦 那 各位呢 如果呢到希臘的話呢 就 不要太怕啦 一些人說 又到希臘呢 那個壓力好大啊 其實呢 我們現在是剛開始呢 把這個希臘呢 這個背景呢 稍微提一下啦 那如果呢 各位對歷史呢 比較有興趣的 那也可以去 嘗嘗看 嘗嘗他那個歷史裡邊的深度啊 沒有聽過馬拉松吧 就是也是因為戰爭來的 那 各位如果看過電影 有沒有 那個所謂的斯巴達的 三百名的戰士呢 在所謂的溫泉關裡邊呢 打了 打了誰 打了波斯的十萬的大軍啊 那 三百名的戰士 加上呢 所謂的六百名的希臘的戰士 然後呢 其他的七千名的 所謂的迪比斯的這個戰士呢 把十萬的大軍呢 擋了下來 結果呢怎麼樣 因為這個時間差 所以呢 把 雅典的海軍怎麼樣 這個時間呢 給他們了 所以雅典後面呢 才能夠打敗波斯啊 所以呢 像這個斯巴達呢 就變成了 在整個希臘裡面呢 非常重要的 所謂的城邦制 他們當時候呢 提到呢 一個叫雅典民主 斯巴達呢 就是一個軍事 所以呢 溫泉關的這個戰役呢 把這個雅典怎麼樣 地位提升 直接呢 把波斯呢怎麼樣 把波斯的所謂的帝國呢 海軍摧毀掉 那 溫泉關呢 其實呢 是在北邊 是比較偏北 然後呢 就在所謂的海邊 那因為呢 這個海邊有非常 所謂的狹窄的一個海岸 那當時候的波斯呢 要從北邊呢 要往下打的話呢 要經過海邊的這個 所謂很狹窄的地帶呢 就被所謂的斯巴達呢 擋了下來 那也因為這個戰役 然後呢 解救了整個雅典 甚至解救了整個所謂的聯邦 所以呢 在電影裡面 或是呢 在書裡面呢 當然就很多的故事啦 不過呢 最後我們要提到呢 在古典的希臘裡面呢 最出名的 一位所謂的陸地的戰將 那這位陸地的戰將呢 從來沒有輸過 從來沒有輸過 你比如說 希特勒他失敗過 拿破崙那更不用講 拿破崙呢 失敗了兩次 比較大的一次呢 就是滑鐵魯 所以呢 亞歷山大呢 當時候呢 就從馬其頓 就在希臘的北邊 這個國家呢 往東邊打 打到現在的土耳其 經過了所謂的兩河流域 又經過波斯 然後呢 到達所謂的印度河的這個邊界 然後呢 回到巴格達 然後在那邊呢 應該是中暑 或是呢 被下毒 然後呢過世了 後來呢 他的帝國呢 就分裂了 當然就分成三個帝國了 但是呢 亞歷山大呢 他把希臘的文化呢 帶到了東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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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到了東邊以後呢 那當然呢 把整個所謂的西方的文明呢 跟東方的文明呢 就融合了 不過呢 各位呢 如果下次呢 有到埃及的話呢 其實埃及的祖先啊 有一段的時間呢 就是亞歷山大的後裔 所謂的托洛密的王朝 所以呢 各位呢 把整個地中海 把整個中東走過以後呢 拿回到希臘 慢慢的 我們去了解到希臘 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 我們今天呢 休息一下